6月12日,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、驻港国安公署、外交公署、驻港部队联合主办、香港特区政府特邀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,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,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 当天,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出席并发表主席演讲,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、梁振英、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嘉宾出席活动。 骆惠宁在主旨演讲中表示,100年来,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,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。 香港以自己的特殊经历融入了中共百年的壮丽史诗,一国两制事业成为其中的华彩篇章。 他指出,推进一国两制事业,必须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更深切懂得一国两制的价值。 没有谁比中国共产党更执着坚守一国两制的初心。 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,就是维护一国两制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致辞中回顾了基本法的起草过程。 他指出,基本法咨询为期四年多,是香港至今时间最长,规模最大,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询工作。 他指出,中国共产党是一国两制的创造者,是和平统一中国的实现者。 基本法的咨询为期四年多,是香港至今时间最长,规模最大,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咨询工作。 中国共产党,中国共产党不仅开创了一国两制,和平解决历史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致辞中指出,中国共产党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党。 一国两制正是中国共产党关心香港同胞福祉所实行的开明制度,港人应准确贯彻一国两制,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,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。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香港回归主国24周年的重大时刻,就让我们以哪份崇高的民族自尊,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,准确贯彻一国两制,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,做出香港应有的贡献。 主题论坛上,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前副主任梁爱施,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,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,以现场对谈形式,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与香港的联系,以及一国两制的光明前景。 饶歌平、韩大元、王振民、李浩然等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做了书面交流。 当天,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、特区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机构代表、港区全国人大代表、全国政协委员、社会各界人士等共650余人参加论坛。 音乐